这是我国第一例发生在双规期间的截夺案 这个案件相当精彩 咱们还是从头慢慢说起 2005年10月底 当时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 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瑞 突然接到总公司的通知 让他到北京开会 姚传瑞不敢怠慢 立即安排好深圳的工作 告别了他的情妇刘茜赶赴北京 但是姚传瑞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赶到北京之后 等待他的却是总公司纪委的双规决定 没过多久 姚传瑞应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姚传瑞 远在深圳的情妇刘茜的耳朵里 姚传瑞的老家在湖南常德 而她情妇刘茜的老家在湖南绍阳 刘茜17岁的时候就来深圳打工 怨上的老乡姚传瑞 从此之后 娇小玲珑的刘茜就被姚传瑞包养了 成了她的二奶 在深圳 姚传瑞不仅给刘茜买了房子 还和刘茜生了一个孩子 这听说孩子他爸出事了 刘茜非常着急 为了营救老公 这刘茜立刻带着姚传瑞的侄子姚伟赶到北京 但是因为在北京人生地不熟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没能摸到任何头绪 只好回去了 再说被双规在宾馆的姚传瑞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觉得自己是在大风大浪里起来的 双规这点小事难不倒自己 想到有很多贪官逃出国之后 就很难被引渡回国受审了 姚传瑞觉得自己只要逃出去 就有希望逃脱法律的制裁 可是怎么才能逃出去呢 姚传瑞很快就把希望寄托到一个叫李小雷的保安身上 李小雷17岁 来自河南阿阳农村 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 由于姚传瑞是被双规在宾馆里 开守姚传瑞的都是某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 而李小雷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姚传瑞觉得李小雷这样的小孩经不如诱惑 所以他就瞄准李小雷展开了公式 姚传瑞为李小雷规划了一幅美好的人生蓝图 他打跑票说 我出去以后一定会给你买房子买车 让你开网吧帮你娶媳妇 这种类似于天上掉馅儿饼的事 让渴望出人头地的李小雷丧失了理智 当即跪下磕头任姚传瑞当了干爹 李小雷不担任贼所妇 还冒天下这大部委替姚传瑞奔走 不久之后 远塞深圳的刘倩和姚传瑞的侄子姚伟 都分别收到了李小雷发来的短信 李小雷在短信中说 我是看管姚传瑞的保安 也是他的干儿子 我干爹希望你们设法营救他 再说 得知叔叔姚传瑞被双规的消息 侄子姚伟也很着急 因为姚伟一直是不学无术 从护丹老家来到深圳 完全是在叔叔姚传瑞的一手安排下 才享受到了不少好处 姚伟在平常在姚传瑞的公司 只是打打字开开车 但是待遇相当不错 如今叔叔有难 正是大表中心的好时机 再说 刘倩和姚伟 最初刚接到李小雷短信的时候 对李小雷的话半信半疑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样的消息 还是让两个人觉得宽心不少 不久之后 刘倩姚伟就拿出了20万元 交给了姚传瑞的一个亲信戴红 他们秘密商量之后 决定赶赴北京 不惜花巨资 也要把姚传瑞从北京给抢回来 最后 在刘倩的带领下 姚传瑞的哥哥 池子等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 刘倩又先后几次和李小雷通了电话 了解姚传瑞的情况 最后 李小雷把双规姚传瑞的房间号 还有几名保安看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 为了确保营救计划万无一失 刘倩等人决定先对宾馆进行侦查 2006年1月27号 姚伟用假身份证 住进了关押姚传瑞的这家名为齐鲁晴的宾馆 而就在距离姚伟房间十几米远的地方 就是姚传瑞被看管的房间 和其他房间不同的是 看管姚传瑞的房间外面还有一道铁门 通过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 1月28号下午 姚伟和姚传瑞在宾馆的走廊里擦身而过 就在这一瞬间 姚传瑞低声对姚伟说了三个字 强要快 亲眼看到了姚传瑞的姚伟 终于确认了李小雷消息的可靠性 他立刻把姚传瑞的口信带给了刘倩 经过多方侦查 刘倩等人得知了确切情报 姚传瑞的房间 只有在饭馆的人来送饭的时候才会打开 而这也正是姚传瑞能逃出的唯一机会 而被关在房间里的姚传瑞也在琢磨着如何逃脱的办法 在确认外面已经做好了接应准备之后 2月20号 他通过李小雷传给了姚伟几张纸条 指明了刘倩他们应该怎么来操作这件事 这些纸条上写着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救出来 要选择吃饭的时候救我 早餐的时候最好 把送餐的店承包下来 用咱们自己人送 刘倩他们拿到了姚传瑞的纸条之后 确认李小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当即给李小雷的银行卡打了2万块钱 农村出来的孩子李小雷第一次拿到如此巨款 心里忐忑不安 他也害怕东窗事发后会牵连到自己 于是赶紧没过两天就向保安公司提出了辞职 他是2月22号辞职 24号他就买好了回老家的车票 最后一次把姚传瑞的一张纸条 交给了姚传瑞的亲信戴红 并向戴红详细描述了 宾馆的地形和值班人员的轮班情况 然后他就仓皇的登上了回老家的列车 内部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 外部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刘倩和戴红商量 如果仅靠他们从深圳带来的这党人 有点试探力薄 必须得请北京当地人参与到这项行动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在戴红的多方联络下 他们花了4万块钱 就很快找到了一个在北京当地 专门负责给别人出现场的团伙 联手准备营救行动 什么要出现场的团伙呢 这些人有十几个都是外地来经的无业人员 长期在北京游荡 专门干些帮人打架 站脚助威的寻衅滋事活动 比如在此之前 他们就曾经受雇于人连续两天到昌平区某烧烤城 在营业的黄金时间 下午6点到晚上9点 每个人进了这个烧烤城以后 每个人坐一个桌 只要一瓶啤酒 一盘花生 一下子就把这个营业厅全给占满了 使得这家店没法正常经营 最后烧烤城的老板被逼无奈 只好掏钱 打发了这会儿瘟神 这才算了事 由这些人制造混乱 再由刘倩 戴红 姚伟等人浑水摸鱼 趁机解救姚传瑞 这个计划 应该是相当周密的 万事俱备之后 只剩下最后采取行动了 为了确保营酒成功 戴红还专门绘制了酒店的示意图 散发给大家 为了抢夺姚传瑞 刘倩等人还制定了四个营救方案 第一个呢 是兵不写任 怎么办呢 就直接买通看管的保安 把姚传瑞放出来 用汽车携走 这样的话虽好 但是 好像有点说不到 这保安也不太好被收买 第二个 就是姚传瑞所在的房间后面 是学校 可以考虑从学校进去 然后拆到窗户 救出姚传瑞 这拆窗户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 这短时间之内恐怕难以完成 担心人还没救出来呢 他自己先闹进去了 这恐怕更麻烦 咱们又想了第三种办法 就是花几万块钱 买迷药 迷倒所有的看管的保安 这如果要把人都给迷倒 这得有人进去送饭呢 这个好像难度也比较大 如果有的吃 有的不吃怎么办呢 而且放在哪 放在饭里 还是放在水里 有人只吃饭 不喝水怎么办 是吧 这都是问题 最后一朝 咱们想实在不行 那就冒充送饭的服务员 然后冲进房间去抢人 想来想去 只有这最后一朝 最靠谱 最后 他们决定用第四种方法 就是冒充服务员进屋救人 就这样 一场二奶劫持双规贪官的大戏 就粉末登场了 2006年2月25号 戴红安排雇佣的这批人马 都住进了这家骑鲁型宾馆 所住的房间 都和姚传瑞被看管的房间 在同一楼层 戴红给每个人都散发了 一份宾馆示意图 并告诉他们营救策略 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 都会有饭店服务员 去给姚传瑞的房间送饭 要趁这个时机 进入房间趁乱救人 最后 他们决定 把营救时间确定在 2月27号傍晚 这天傍晚6点左右 戴红等人开着三辆汽车 来到宾馆外的餐厅 他们所召集的十几个行动人员 已经在餐厅守候了 戴红对这些人说 我们待会儿啊 不但要趁送饭吃机 把人给救出来 还要把门给反锁上 以免保安追出来 这个时候 考虑到具体情况 他们在行动之前 还修改了营救方案 因为害怕被人认出来 所以不让人冒充送饭的服务员了 就直接跟着饭店的 真正的服务员 闯进房间 尾随在他后面 服务员一进去 这帮人就一拥而入 冲进去救人 安排完了这一切之后 戴红这些人呢 就等着看餐厅服务员 什么时候去送餐 等了一会儿 果然到时间了 餐厅服务员提了食盒 开始去送饭了 他们就假装成房客 跟在后面 正当服务员打开 看管姚传瑞房间的铁门的时候 戴红这几个跟在后面的人 猛的冲上前去 一把推开服务员 气势汹汹地冲进房间里 大声嚷嚷着 靠墙 不许动 所有人都不许动 当时房间里 有四五个看管姚传瑞的保安 只见冲进来一伙 凶神恶煞的人 心里都咯噔一下 有个大胆的人问了一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戴红访问 你们为什么压人 说着就上前和保安推丧起来 双方顿时发生了冲突 这房间里是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姚传瑞一看 本来看他的那些保安 都忙着对付这些人呢 大好时机啊 于是马上在戴红的掩护下 就溜了出来 一头酸进了停在饭店门口的汽车里 车子立刻加速开走了 直奔火车站 当晚 姚传瑞就在刘倩的安排下 乘车转道去了天津 并打算在戴红等人的保护下 由天津赶赴上海 但是机关算尽的姚传瑞和刘倩 低估了公安机关的能力 仅隔一天就在天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 姚传瑞和戴红等人被抓获了 而其他参与者也在北京深圳等地相继被抓获 过了没几天 刘倩也被警方抓获 2006年11月28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中国首例双规截夺案 以刘倩为首的17名被告人 站成一列长队被带上法庭 站在最前面的是刚刚27岁的刘倩 在被问到公诉人起诉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成立的时候 他抬起一只低腿的头 有点微微的颤抖的轻声说 全部属实 没有意见 其他的16名被告人也对起诉事实全部认可 在被问到和姚传瑞的关系的时候 刘倩有些迟疑 但是马上回答说 我们是朋友关系 但随后又补中说 我和他在一起八九年了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刘倩似乎是想向法官解释 他和姚传瑞的这种朋友关系相当特殊 但是当时在旁听席上有一个妇女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部抽搐了几下 随即用手捂住了脸 那就是刘倩的母亲 当法官询问刘倩 姚传瑞为什么给她打求救电话的时候 刘倩说 我是孩子的妈 她认为这事应该让我知道吧 在法庭上 姚伟就是姚传瑞的侄子表示说 在先期的策划过程中 他们都是一直通过与看守姚传瑞的保安李小雷 发送手机短信 获得相关信息的 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怀疑保安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另一个理由就是 当时不敢 但是他们还是最后去做了 他们上演的这场截夺双规贪官的闹剧 让人开了眼界 这个世上还真有人敢这么干 2006年12月29号 海淀区人民法院所处一审判决 被告人刘倩 姚伟 戴红 因犯剧重扰乱社会秩序罪 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还有那个保安李小雷 犯剧重扰乱社会秩序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其他被告人也被以同罪判处六年至两年不等的刑期 这个案件到这就说完了 最后咱们再多说几句 这个案件曝光之后 刘倩率重劫走双规老总的消息 在中国各大网站报道之后 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热评 其中有的网友还表示称赞 说刘倩是有情有义之人 称其为模范情妇 简直是感动中国 还有人说刘倩是莫道情妇 只贪财 二奶 劫欲是真爱 你看一个组织17个人来劫走被双规的老总的情妇 却受到相当多的网民的称赞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当然了网民的称赞大多是从情义的角度来出发 带有感情色彩的来评价刘倩的举动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法不容情 法律毕竟是严肃的 是理智的 请不吝点赞大多是